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导演近几年的作品都不大好以及主要演员 除了男主女主都是演艺圈新人 就电视剧成品来看 粉丝当初反对自己的偶像接这个剧的想法是对的 虽然最大的问题和他们操心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电视剧上线后的评分2.9 直比关小彤主演的上一部神剧激光之恋 这个剧道也没有差距到和激光之恋比 但是的确有很多潮点 前方高能 豆子再你看看这个剧到底哪里有问题 故事宣服甜蜜暴记改编自韩国漫画狂野少女 讲述的是女子学校里 招收男生开始一发的故事 距离男主是这个学校里招到的第一个男生 于是男主一进学校 就被一只女生围住了 上课的时候被偷看 阿露哈的颜值 被这么多女孩围观很正常 很多偶像剧都有群演少女们 在帅气的男主旁边伴花痴 上课的时候偷看男主的镜头 以此表现男主的魅力 观众看这种剧情也看得挺过瘾 但是在女校唯一一个男生这种剧情下 作为观众 豆子感觉到的是这些女孩把露哈当夕阳镜看 而不是少女看帅哥 再给了豆子不是的观剧体验 豆子认为 这部剧失败的最大原因就 是女子学校首着男生这种剧情太不符合中国国情了 不同于日韩国家常有男女分校的现象 我们国家大部分学校都是男女都有的 只有几个别男女分校的情况 所以女子院校对于观众而言是很陌生的 女校里来了唯一一个男生更是让人接受无能 男主的表情如同豆子的内心 之前国内班拍球或大作战的失败也是如此 在剧情方面照搬员版中的主角打棒球 棒球在日本是国民度很高的运动 学生连棒球争取入甲子园实现梦想 可是我们中国对棒球没有情怀 观众看到主角很辛苦的练棒球也无法理解 甚至会感到无厘头 普通观众吃不下这种脱离生活的设定 观众看剧感受到的是为何 又怎么会追剧 而剧情浮夸因为改编自漫画的缘故 前面暴击里人物的对话和动作都挺具有漫画感 但是漫画风也有优质与劣质之别 最近播出的由漫画改编的精密书 就是值得借鉴的漫改 然而前面暴击 学的是老土的台味 这个锅可能真的需要来自台湾的导演接触 让我们看看 开篇一群记者 对着关小彤 queenqueen的呼喊 前些天很多人讨论的女主 但手冲的弹起来 部分网友说女主手上涨盘黄浪 女配也表演了高位动作 然后男主一个鲤鱼打挺 豆子以为在看武侠片 这些出现在学校里的cosplay 小姐姐也很突兀 豆子瞬间跳戏 到当年看过的黑糖群侠传 女主觉得霸道总裁弟弟在公司会议 相较比他大概十几二十岁的经理们少男少女心 2018年了 这种老土的温温社偶像剧画风早就过时 还能指望观众友好的反馈吗 不可能的 连现在的台湾本图偶像剧 都抛开这些当年流行的浮夸画风了 甜蜜暴击却选择保留这些要命的浮夸 继续给观众观松一趟 总之这部剧从故事框架开始 就把人民群众抛着脑后 再加上不知道与时俱进 照搬老一套太欧风格 现金这个收视率还是挺匹配它的质量 豆子和你聊收视 甜蜜暴击这个收视率 在今年来看也算惨得不突出 今年电视剧行业都不太理想 各个卫视平台的大部分剧收视都比较疲软的 很多人都感慨电视剧行业的行动来了 万众瞩目的如意传和八千传 到现在都没有上心 大家看好的几部大剧表现也平平 各家卫视今年也没有出什么爆款 就单南卫视平台的老大哥湖南卫视来说 到八月了 目前占据卫视冠军宝座 的是杨幂和黄紫涛主演的谈判官 平均收视1.192 目前全年榜大的第四位 前十里面也有好几部湖南卫视的剧 说起来也不算差 但是成绩和往年自己比还不够好 很多关注收视的网友出谋划策 谈电视台播什么题材好 实际上今年各家平台都试着播了不少题材的剧了 比如湖南卫视 他们今年播过的就有很多类型了 生活具有我的青春遇见你 都是言情内有秘密的谈判官 霸道总裁专业护张汉的温暖的贤 刘烨和林依晨 以及雷嘉宇主演的老男孩 民国剧是当时奉仇正盛的陈思诚的远大前程 这部戏当时宣传阵仗很大了 大家寄予厚望的剧 结果挺出乎意料的 出乎意料的不怎么样 大妈剧 张博之的《如果爱》 这八颗段轮的偶像剧《一千零一夜》 大部分都不公不过 其他卫视平台也差不多 生活剧 偶像剧 独视剧 能上古装的也播了古装 轮番上阵 效果都一般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就是播出的剧真的不怎么好看 每次讨论电视剧收视率的时候 总有人提出 现在大家都上网看剧 在电视上看剧的变少了 所以普遍收视率不亮眼 我们也承着网络平台日益蓬勃 电视平台受限颇多存在困境 但是你说电视行业不景气 都是因为网络平台的发展 这个理由不成立 简不说湖南台去年还出了十年 难得一见 被现象起大包具人民的名义 孙力娘娘的那年花开月正元 双台播出收视也很好 就只谈今年的都市剧恋爱先生 收视表现也不俗 从来都不是看电视的人变少了 是电视上能看的剧少 但凡质量过得去得去 在电视平台上 依然会有好巴想 再一个原因就是 收视率调查的变更 我们普 便关注的52成收视率 根据样本户计算 收视率调查公司 在各大城市是有样本户 以样本户的数据来推算收视率 今年年初样本户有过一次调整 在这个观众基本盘变动的关键时候 很多平台没有及时做出的反应 播出合适的剧来稳固自己平台观众 试去了本身的平台优势 到今天 今年的卫视平台榜单 第一还是恋爱先生 眼看着黄金的低迷的收视豆子 希望各家卫视不要迷信IP 流量和假大空的大制作 播一部真正有内容 观众爱看的电视剧 挽救一下今年惨淡的黄金道吧 自然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大家在看